网上购物价格便宜而且比较方便 渐渐变成了不少人的时尚购物方式 很多人呢每天宁愿在办公室带上一天网购 也不愿意出去逛一逛 不过这两天山东广饶县就爆出了独快递事件 通过网络买了一双铜鞋 而这件夺命快递导致一人死亡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牵引后果 11月26号山东的焦女士在网上买了双鞋子 价钱合适样式漂亮 付款交易之后 快递员很快就把这双鞋子送到了家里 不过心鞋的气味刺鼻难闻 用废纸反复擦拭几次之后 把鞋子扔到了阳台上 虽然感觉鞋子有问题 一家人也没太在意 可是很快焦女士的丈夫感觉自己不行了 在医生的建议下 焦女士带丈夫来到山东宾州的一家医院 可是经过一个多小时 十几名医生的全力抢救 还是没能救回丈夫的性命 焦女士说 出事前 丈夫没有接触其他异常的东西 唯一可能导致丈夫死亡的 只有那双给女儿买的新鞋 在发病前 丈夫用手机拍下了这三张照片 上面黑乎乎的东西 应该就是毒人性命的毒药 报警之后 广饶县刑警大队也提取了样本鉴定 服役酸甲脂是一种化工原料 对肺 胸 呼吸道 肠道和心脏等器官有45种毒性 接触不慎 很容易夺人性命 就了解 这种化学品是由武汉某化工厂 经过当地原通快递收集点 寄往维方市某制药厂的 事发后 省邮政管理部门立即启动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并对问题邮件进行了彻查 11月28日 维方杰顺同快递优惠公司 就是它经营的一定是原通网络 这个工作人员在 现在由武汉法网维方的快递运输措施 修到这个刺激性的气味 造成两名员工凹凸 该公司与武汉8.7去的联系 将凸凸员工症状 就告诉了发电的气样 发电企业称该业势为雷井 与发电企业沟通 企业称为绿雨晴无害 导致部分受污染快舰流出 员工继续卸载后出现不适症状 才对污染快舰封存 事发后 该公司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 向当地邮政管理部门报告 而是自行对污染舰进行隔离 并于11月29号将同一车次其他快舰 先后投出 多名快舰收件人 在收件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身体反应 其中一名死亡 目前收纪快舰的当地快递公司 被依法吊销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维方结讯通快递有限公司 在事故中持报行为 经济处罚28000元 并在全省通报批评 责令山东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开展安全整顿 今天上午 圆通快递通过官方微博发表了声明 对遭受伤害的消费者 以及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当中 公司也不会回避责任 同时鉴于寄件方在寄件的时候 并未如实告知所及物品的性质 以及恰当的处置方法 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